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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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Brian 陳安立 我們觀星球的節目進行到非常精彩 如果錯過了怎麼辦 不要緊,讓我和大家回顧 上一集商量計,梁詠忠和梁奕倫 還有一次是雙劍合璧 今次哪位嘉賓會接受他們的賠問呢? 就是話題小毛Phoebe許穎 Phoebe更加被質問 究竟會不會拍三級片 微博說 微博說 你脫衣搏上位,穿上衣 一定沒有人認得你 不如你以後就不要穿衣 可以嗎? 可以做新一代脫星,你自己覺得嗎? 當然不,我為何要這樣做 我現在穿著衣服,你認得我嗎? 其實我不是很認得 老實就是不認得 你自己沒有想過? 沒有,沒有這樣想過 如果有人找你拍戲,你會拍的 如果有人找你拍戲,正是找你脫衣 你拍不拍? 不拍 你不要讓我說 下次見到有人找你拍戲 下次見到你的作品是要脫衣 其實我覺得拍戲的時候 就是看劇本 如果脫衣是劇情需要OK 但我不會露衣 我之前在這個節目說過,你沒有看 我告訴你沒有一部電影是劇情需要脫衣 一定是他自己想脫的 一定不會露衣 我覺得脫衣是OK的 我覺得性感是OK的 但露衣是不會 有娛樂審死官當然有料爆 上一集,思浩聯同一班專業的嘉賓 一起討論十大餘機認為最泛眾生的藝人 究竟哪幾個藝人會進入頭三甲呢? 會不會跟你想的一樣呢? 現在讓你馬上選擇 誰是頭三甲呢? 你選擇吧 陳冠熙 第一個是嗎? 第二個呢? 然後是小春 小春第二第三呢? 阿婆 那就是陳冠熙第一 陳冠熙第一 陳冠熙第一 我給你講 為何你覺得頭三甲 他們這麼討厭 其實我只是說陳冠熙 陳冠熙其實呢 第一,你留意一下這些人 通常他們都是曾經說謊 被人揭發了 自己壞了 然後覺得傳媒害他 陳冠熙那個案子 他那段時間那些淫照事件 是他自己搞的 沒有記者搞他的 他覺得那些記者是害他的 我們那時候是追蹤一些事情去做 像上次這樣 譬如他跟Juno的舊愛看電影 他踩著記者的腳 一直在拍他 踩著記者的腳 然後把記者的照片放上他 然後叫人好好照顧記者 叫人好好照顧記者 叫人好好照顧記者 即是他不是 那樣的心態有問題 洪朝鋒、蔡豐華、南傑英、陳寶蓮 曾經被稱為娛樂圈的四大癲王 上一集的海琪璧天空 就訪問到其中一位洪朝鋒 海琪更加問到他 當年究竟是真傻還是假癲 這個問題也挺難回答 你介不介意今天人家繼續和你 即是繼續說洪朝鋒是瘋子 當然要說回我自己的遺傳病 天生遺傳病 九九年因為狂躁症病發 即是那些人只看到我狂躁症病發 看不到我抑鬱症 其實那個狂躁症病發 之前有半年是抑鬱症來的 然後你以為 很多事情去到幾年後 那些人已經淡忘了 但突然之間我因為狂躁症有病發 之前其實都有抑鬱症 因為不吃藥 有一年不吃藥 即是不聽醫生吩咐 終於有病發 開始的抑鬱症是短時間 而且自己都可以控制到 但是去到狂躁的時候 因為狂躁的特色就是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病 你只是覺得自己聰明 那支病發是我的兒子要報警 然後警察呢 其中有四個警察 我記得很清楚 那晚他帶著 沒有人是拿著一個盾牌 就是四個盾牌 其實是很大的 透明的盾牌 我想他們是覺得 一個精神病的病患者 應該都是有暴力傾向的 所以他們這樣 但其實我是沒有暴力傾向的 後來就在那個Madam的邀請底下 他說洪先生 不如去醫院檢查你的身體 那時候我心裡想 我都沒事 好吧 去檢查 去吧 去到那個急症室 他們診斷 就知道我有這個精神病 就是胰困狂躁症 於是就把我綁起 就是手手腳腳這樣綁起 把床都有十幾個小時 然後就跟著 早上 然後就再把我運到 去另一間醫院的精神病房 在裡面就住了22日 我相信 住精神病房 這個對於洪前鋒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很多人會覺得 嘩 他真是瘋 之前已經很多人說他是瘋 現在他果然是瘋 很多人會笑我 等等 接下來星期二晚的Finch Code Finch就會請來音樂才子 趙曾希 不過今次就不講音樂 只談健康生活 另外Fusion搞了 今次會請來 首度亮相觀星台的馬德忠 聯同兩位主持 一起炮製Fusion美食 不知道今次會煮甚麼菜 好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